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1、2、3 人生就好像一首独特的旋律 每個人都用自己的經歷抱寫人生樂章 熱愛音樂的林家文老師一直深信 音樂課除了學習知識之外 更加重要是讓學生感受音樂的魅力 看到音樂的力量 在音樂中找到提升自信的方向 音樂是很神奇、很有趣的一件事 我想學生在音樂堂上學到一些書本以外的東西 譬如,我想他們透過音樂的表演去增強自信 我就是想學生喜歡音樂堂 可以享受音樂堂 上課的時候會做很多不同的活動 例如,高中其中一課是講音樂歷史 如果我單方面講歷史 大家去抽筆記,記下,再測驗,再考試 其實我覺得很沉悶的一件事,很單向 我就反過來課課 叫學生去主導課課 我就拋個題目給大家 你們回去準備一課 教大家這個主題的音樂堂 做了這件事之後 我發覺大家對課堂的參與度高了很多 加文林老師其實是一個相當的負責任 而且在專業方面都是相當強的一個老師 因為看到我們很多學生 都比較是初級階段的學習力 他都會主動去找很多機會 還有去選很多不同的人 去讓他們有一個平台去進行演出 讓一些不同的學生去鍛鍊自己 從中外上自己的樂器或者音樂 我覺得是相當重要的 我合唱團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身份 平時上台的時候 我就在一個鋼琴伴奏 平時分聲部練習 我就會個別制度不同的聲部 其實看著他們 有些我是由他們小學開始教到 現在可能是高中畢業了 看著他們慢慢成長 由一開始連咪都不敢握 到現在可以獨立在舞台上表演 去比賽展現自己 其實真的很感動 我們會有很多不同的舞台 例如課堂的舞台 這個其實是比一些比較初階的學生 去試多些 不要緊的,試多些 我經常跟他們說 MISSY都是小時候初大 我覺得舞台是比音樂表演 是一個很好的實踐的地方 因為只有多演出 多去試、多去做 才會慢慢去成功成長 我從初一開始就參加合唱團 參加到今年高三 在這六年期間 我覺得林老師對我來說 是一個近似是朋友 我可以跟他分享很多東西 還有在我不認識的時候 包括在音樂上 他都可以提供很多幫助 有時候上他的課堂 我覺得他的風格會偏向於 類似他會提出問題 和我兒子可以自由作答 整個課堂的氛圍都很輕鬆 林家文老師對音樂的追求 從未停步 不斷地進修學習 提升操藝 他的努力是最好的身教 我其實很快 很早就已經決定了 我要讀音樂 到大學 發覺我只會鋼琴 好像不夠 我就自己去進修 去學小提琴 到工作 發覺我只是鋼琴 弦樂 好像還是差一點點 我就去了 再接觸管樂 我有時候會問 老師你去哪裏 老師就說我要去練琴 之後我就知道她是要去練 我們歌詠唱的那些歌 之後我就覺得 原來老師也是這麼努力 需要抽出這麼多時間去練習她的鋼琴 所以我就覺得 我都要像她這樣做一個 彈琴很厲害的任務 所以我自己也有更加努力去練習鋼琴 對一些沒有樂器基礎的學生 創作對於他們來說是很難 我會用一些最簡單的元素 慢慢一步一步去引導他們 其實做了之後發覺 學生不是你想得 或者他們自己想得是這麼差 其實他們是做到的 只要我們多鼓勵 多給他們試 就會OK 怎樣發現問題再解決 去迎來更多的挑戰 首先不要怕難先 不要說一難我就不做 我覺得你要不停挑戰自己 自己才會進步 我看到有部分學生 學了音樂之後 他們對自己追夢的動作 會更加堅定 有些同學甚至比我更早去下決心 將來要走音樂路 我看到這些畫面 這些景象其實我很開心 看著他們慢慢的成長 其實我自己也很滿足 很有成功感 他是我中學的音樂老師 我自己原本也是學音樂的 在中學階段的時候 他應該是我溝通得最多的一位老師 報讀大學的時候 也是跟他聊的 就覺得試一下 之後就成為了一個音樂老師 現在真的是朋友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同行 所以其實有很多共通點 希望他繼續在音樂教育上 可以保持那團火 因為我覺得老師最重要是那團火 那個熱情 對學生的愛 和對學生的情 和過程 林老師運用音樂神奇的力量 令學生找到自信 也讓音樂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陪伴學生的一生 我會希望感染更多的學生去喜歡音樂 會感染更多的學生去享受音樂 希望大家會在音樂上活出一個自己 而對於自己的教學生涯 林家文老師選擇了用這個音樂符號來概括 我會選擇現場符號 因為我也希望我這份音樂教育事業 可以繼續延續下去直到最後 哦 哦 都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